今天是我们节目里首次美女出镜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今天我们来一期万表消息 这个万表消息实际上涉及了一个主题 整体是造型 也就是当前爆款万表的涉及精髓 我们先看看芝白 待会儿呢再插入天梭 先说芝白啊 芝白这个品牌诞生应该是超过200年了 1791年诞生的 这两年里它让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这款 桂冠熊猫啊 非常火的啊 如果你以前看过我们节目 你会知道这款桂冠熊猫 它的材质很特别 它用的是904L缸 另外一个用类似材质的品牌 你知道吧 在弹幕里打出来 桂冠系列最显著的研制特征 是它的整体式设计 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对这个都不陌生啊 几乎所有的爆款万表 都用的是整体式设计 甚至可以聚焦到一个设计师上 就是尊达 但是待会儿 我给你看另外一些东西 你会知道 尊达并不是唯一的采用 整体式设计的设计师 只不过它的作品更出名罢了 除了超高的颜值之外啊 芝柏这个品牌 它作为一个独立制表品牌 它对机芯也是很讲究的 这个芝柏桂冠的马表机芯 也是它自产的 在自己的自产机芯基础上 增加了即时模组 桂冠的初代目呢 实际上是一款大三针啊 这个是很接近它的初代目 这个表看着像哪个牌子了 开玩笑啊 这个设计呢 实际上是诞生于70年代的 一个很流行的设计 就是刚才我说的整体式设计 最先用在实际表上的 用在机械表 为了让它显贵 所以增加了很多附加值 之一就是进行复合打磨 所以除了整体式造型的设计 复合打磨也是很重要的价值 说到直摆的桂冠啊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整体式造型 或者叫奢华运动表 整体式造型 一体式设计 这种设计是 所有爆款的设计精髓 但是呢 这个设计到底是 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从显著性来说 某品牌在1972年诞生的那款 也就是尊达设计那一款 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甚至大家认为 那款开创了 说话运动表的设计先河 但其实我要告诉你 跟它同时代的织摆 在1975年 也出了同样造型风格的 桂冠 更不用说 织摆在六年代末 就已经在有一些表馆上 使用了这种 整体式设计 只不过它不是桂冠而已 你看这表的颜值多漂亮 这里边其实少不了 意大利人的贡献 大家知道 尊达是讲意大利语 而织摆在历史上呢 也是由意大利人 贡献了很多东西 所以它的颜值 它呈现是非常的漂亮 不过我总觉得 好像闹点什么东西 刘老师 我来帮您补充一下 好的好的 谢谢美女 好的 那您看到的 您说意大利元素呢 我们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盘面的设计了 您看它凹凸不平的 就是来自它的巴黎诗丁纹 包括它的八边形的设计 应该也是来源于 意大利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好的 谢谢你 不客气了 下面我再跟你说一个品牌 然后我们再回到直白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机器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播一期特殊的万表消息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互动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这就是天梭PRX 它的中文名叫超级文家 今天这展柜全是超级文家 我们先从这款表讲起 这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 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酒桶式造型 也就是整体式造型 链带和表格一体化设计 如果你看细节的话 它有很多复合打磨 导角抛光 大面积拉丝 形成一种很高贵的做工手法 它有机械款 有实营款 有40寸尺寸的 也有小尺寸的 小手腕的小朋友有福了 咱们再看看全钢款 这款就是超级文家的 40毫米全钢款 看着表盘的色泽 这应该有一种冰蓝的感觉 超级文家 它分机械款和实营款 它的外部识别特征是什么 实营款 它的表盘是拉丝处理的 但也有部分是放射纹的 而机械款 是巧克力格纹表盘 像这样 虽然是机械机芯 但是它厚度拿捏的还是很好的 这就是我说的 小手腕的小朋友们的福音 看这个尺寸 如果你的手腕是16厘米左右 那这个是刚刚合适 当然了 女生戴的话也很酷的 机芯是什么的 看看它的表盘就知道了 太阳文的 实营的 很薄 除了全钢款 还有一款 就是橡胶袋的 你看这是白色的 但是实际上在夜光下 它是全盘夜明 很神秘的 没看错吧 这还是天梭的超级玩家 只不过这是 PRX的马表款 机械的 这是熊猫盘 而且这熊猫盘 两版本 一个是白盘黑眼 还有一个蓝盘白眼 很酷 我都不想戴这个 我要换一块表戴着 迫不及待着 秀一把 这个天梭的超级玩家 熊猫版 也是机械机芯 透底的 同样的 九桶式表壳 整体是设计 复合打磨的 链带外观 颜值和价值都很高 你一定听说过 这个超级玩家的造型 它跟有些爆款 有点像 对吗 甚至有人说 天梭超模品牌的表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七年代 其实很多品牌 都在使用这种 整体式造型了 至于说谁超谁 还真不好说 所以七十年代 诞生了很多伟大的设计 这些伟大的设计 造就了爆款万表 我们还说回到直白 直白的桂冠 它是1975年诞生的 它拥有一切爆款的元素 这款是桂冠的高级版 全金的 连链带都是金的 很压手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 整体式造型 这个机芯是180G机芯 但它属于镂空机芯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夹板抛光导角 做的是非常的精细 这个机芯 还有一个最大的突出点 就是它的托菲伦 而且它托菲伦是偏心的 直白作为一个 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品牌 它不会永远吃老本 就拿桂冠来说 它还要让它更发展 让它这个基因延续下去 于是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 这叫绝对桂冠 说白了就是把桂冠做的极致 整体式造型 八角形的表圈 那它抽象出来是什么样呢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全透明的材质 你以前肯定没听说过 这叫一缕石榴石 它的硬度几乎相当于钻石 它是用在高科技行业的 比如说激光行业的 机芯 也是直白自制的 镂空机芯 这款表 亚太地区只有一枚 我先替你带来看看 我问直白的老板 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 他说 这个颜色是所有的透明材质 最难拿捏的颜色 蓝宝石算什么 一缕石榴石 才能做出这种颜色 关于蓝宝石表壳的桂冠 等我们拿到食物以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爆款万本的消息 我们就先说那么多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